接下来带你掌握东南亚的最新动态 我们首先看到是泰国新任总理贝东丹 在总理府举行了特殊内阁会议 未来他将向国会汇报市政纲领 包含七大纲领 首先是要向弱势群体发放数位钱包 以及将地下经济还有非正规的经济 纳入税收的体系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友谊关口案 是中国通往越南以及其他东协国家的 便捷国际贸易通道 也是中国最大陆路水果进出口的口岸 在智慧科技的辅助之下 现在他们利用刷脸来通关 让进出口的方式能够暴增 再来关注到的是 今年欧洲美国等跨国公司出现了 总部搬迁的热潮 许多公司已经开始将办公室 迁到曼谷中央商务区 让曼谷办公室的需求是暴增的 2025年泰国政府准备抓住泰国清真食品出口黄金机会 将成立的是专责机构提供专款贷款 人才发展课程要抢下商机 最后一样是泰国的消息 是推出了一款线上的游戏 叫做东鹰星球正宗风味的秘密 希望透过游戏来发扬 泰国知名美食东鹰宫 也就是泰式酸辣虾汤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